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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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娜队最终拿下四个席位 分别是谢娜 朱朱 黄丽玲 贾静文 刘亦云队同样也拿到四个席位 分别是刘亦云 美伊里亚 刘西军 鲁静山 艾勒队收获三个成团席位 分别是艾勒 芝福和龚琳娜 最终的结果和很多人的猜测没有太大的出入 赛前大任的姐姐悉数拿到成团位 贾静文和龚琳娜算是黑马姐姐 而曾可逆无缘出道位成了很多人的一男品 作为一档全自动选秀节目 浪姐四基本上成团即解散 成团与否对于姐姐们来说没有太多的加持 仅仅是一个荣誉而已 粉丝们也不必太真情实感 随住时间的推移 相信没有人会记住最后的成团结果 相对于最终的成团名单 浪姐四成团也有更多的故事值得重点关注 场外应援 成团感言 奖项分配等环节看点十足 类点与槽点齐飞 应援 众姐姐答谢粉丝 刘亦云影争议 21位姐姐在舞台上乘风破浪 赛场之外粉丝们也不甘乐厚 独具特色的应援活动如火如荼 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偶像丢面子 户外大屏 公交地铁站 大巴车 花墙 住睡期等应援方式层出不穷 艾老 岑可妮 谢娜 支付等姐姐排面十足 为了答谢粉丝 包括刘亚瑟 贾经文 岑可妮 黄丽玲 竹竹等在内姐姐们也纷纷现身应援现场打卡留念 谢娜送粉丝咖啡 贾经文 黄丽玲专门和粉丝合影留念 人生第一次收到应援车的孙岳满眼激动 社交媒体专闪晒出一组照片来感谢粉丝 在这一场应援活动中 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偶像与粉丝的双向奔赴 艾老粉丝在应援花墙的设计上就非常走心 把每一个姐姐的名字都编排上去了 连师姐 幕后工作人员都写伤了 但应援活动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有网友爆料 在自己居住的酒店发现了粉丝送给刘亦云的应援物品被丢到了垃圾桶旁边 其中包括三明治 鲜花等物品 这些物品到底是谁丢弃的我们无从考证 但是这个消息曝光后 刘亦云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应援本来是一种积极正能量的活动 最后变成了浪费粮食和粉丝心血 活动也因此变了味 载言LTSHE催泪 谢娜回应质疑 对于21位姐姐来说 拿下成团位并不代表住有更多的资源和商务 但至少是对自己努力付出的一种肯定 所以拿到成团位后 大家也格外开心和激动 发表获奖感言的过程很催泪 Ella不负众望 在成团业拿下年度总冠军C位 Ella的罐后大喊 我是SHE的Ella 这也成了成团业非常催泪的一个场面 这一句呐喊让人瞬间破防 SHE是华语乐坛女子坛体天花板级的存在 Ella作为团队成员之一 自带光环出场 她也展现了作为女团OG的绝对实力 人气高 格局大 唱跳舞短板 所带的团队最有团魂也最符合节目精神 拿下这个名次实之名归 作为浪姐四里争议比较大的人物 谢娜一路以来没少挨骂 但成团业谢娜依旧是赢家 她拿下了分量十足的年度成风创始人大奖 面对这样的结果 谢娜在发言时主动回应外界质疑 她表示 谢娜是个特别有争议的名字 喜欢我的人会很喜欢 讨厌我的人会觉得谢娜很有存在感 是个显眼包 一年前 我工作了很多年的节目突然没有了 我在家里休息了一年 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会什么时候突然没有 所以我很努力也很珍惜 看得出来 谢娜很珍惜录制节目的机会 所以你会看到她拼命想证明自己 于是有了舞台上的用力过猛 有了不顾一切后果去抢她她她 谢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 因为实力和人气不匹配 所以被质疑也在意料之中 对于谢娜的这一番感言 网络评价同样两极分化明显 喜欢她的人心疼她 觉得她主持的节目陪伴了自己的童年 感受到了她的努力和真诚 不喜欢她的人 则认为她在卖惨薄同情 她的实力根本不配拿年度成风创始人这样的奖项 奖项投票走过场 分猪肉模式难浮重 浪解四成团业 节目组化身端水大师 所有的投票更像是走过场 各大奖项也都是人人有份 不过最终的结果还是很难扶重 从成团业三轮比拼的结果来看 三大连创队是互有胜负 节目组一碗水端平 不过投票的结果就有些离谱了 跨连创队1v1合作秀中 三大连创队打成了平手 不过猪猪赢了刘希君让人大跌眼镜 前五次公演都没有特别高分的舞台 成团业给女孩直接拿下912票 YOI也有907票 数据看得人心里发慌 成锋年度舞台奖颁给了花海 闭嘴跳舞 陆化江南 青鸟四个舞台 皆大欢喜的结果 花海闭嘴跳舞拿奖实至名归 但是争议满满的青鸟能拿奖就非常离谱 即使是爱子里拔将军 也轮不到给青鸟 只能说节目组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 曲颖 蔡绍芬 张佳妮 竹竹四人获得成锋精神奖 曲颖 蔡绍芬 张佳妮三人拿到这个安慰奖可以理解 竹竹凭什么拿到这个奖项呢 无论从人气 影响力 舞台实力等方面来看 竹竹都不是出类拔萃的那一个 这个成锋精神到底指向哪里呢 成坦月现场 节目组还颁发了社交媒体最具人气奖 颁奖次中提到了六边形战士 现场的粉丝都在呼喊矮浪 但最后获奖者是刘亦云 浪姐四从初舞台开始 就在努力给刘亦云打造六边形战士的人设 可惜的是 刘亦云并没有接得住这样的剧本设定 公园舞台彻底眼砸了 队长和作秀直接被打回原形 武功舞台更是彻底失去了明星 相对于刘亦云 L美伊里亚 支付等姐姐拿下这个奖项更能服众 对于浪姐四成团业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